集物动词 集物动词 是后面要接受词的 这个是 我们五大巨型的第三组 我们先从 这个例子来了解 什么叫集物动词 就是说,这些动词后面一定要加东西 你不加东西 就不清楚了 看第一个例子 she will visit 要这个参观 参观什么?参观 博物馆,所以博物馆一定要写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寿词 and she invite me to go 然后她邀请,邀请谁 邀请我,所以这个我一定要写出来 to go 一起去,像这种 visit动词 参观 invite,邀请,这些字 后面一定要加东西 这种 动词 我们称为 集物动词 我们来看下面 第二个例子 money only money only 就是只有金钱 cannot buy 是不能买 买到什么 所以动词这个买后面一定还要再加名词 买到什么 true heaven 买到真正的幸福 所以只有钱 是不能买到真正幸福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集物动词的作用 它后面会牵扯其他事物 这个牵扯其他的这个事物 我们就称之为受词 一般来讲 受词都是名词 或者是人称的这个代名词 加剧我们来做三题的翻译 第一题 先看中文的分析 主词是我 天天是时间 睡觉前也是时间 喝是动词 喝什么 喝一杯牛奶 喝动词喝什么 这杯牛奶 这个就是受词 按照翻译的原则 先写主词吧 我 喝受词 一杯牛奶 a glass of milk ok 再把时间写下去 这个在什么时候 在睡觉前 小时间先写 大时间 写到后面去 那同样的小地方先写 大的地方写到后面去 这是英文的习惯 由小而大 好睡前 before 这是介细词的片语 before going to bed 再加一个大时间 什么时候啊 天天 every day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译啦 这样才是很明确的 一个结构 主词 动词受词 这个地方要小心 睡觉前 before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用动名词 going 这个地方是容易出错的 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题 我们必须爱父母 爱国家 中文是我们 必须是住动词 后面加原型动词 爱 第一个 爱谁 父母是受词 好第二句出来了 爱是动词 爱什么 国家 国家是受词 所以这两个 父母跟国家 这有两个名词 我们要用连接词接起来 现在看补充 特别指定的名词前 要接所有格 这个爱父母 爱国家 这个父母国家 有没有指定 有 这就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国家 所以 这个就是有特定 我们要加所有格 我们的父母 来给他完成吧 主词 我们 we 再来写动词 必须 must 加原型动词 love 愛 爱什么 好 受词出来了 有特定 要加所有格 our parents 我们的父母 以及 第二个 爱我们的国家 our country 注意 我们的国家 只有一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不要写到复数了 复数就比较不合理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这个前面已经有our 所以后面的our这个就可以不写 our parents and country our可以省略掉了 这个是第二题 名词当作受词的 我们要注意单复数 还有注意比较特定的所有格 继续我们看第三题 格言说慢而稳 视必成这是一句格言 格言就固定的 格言说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a saying 格言也可以用proverb 后面就是动词 says 格言是另外一句 所以我们用引号来代替 而且格言一定要大写 这个是慢而稳 是用slow and steady wind的res 这是他的格言 怎么去做分析呢 slow and steady 这是主词 动词在这边 动词在后面的什么winds 这winds是什么数 单数 可见得主词一定是单数 表单数就表示慢 而且要稳 两个都要同时具备 又要慢又要稳 就会赢得 赢得什么 赢得the rest是比赛 这样子 好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我记得曾经有同学问过老师说 slow and steady是形容词 怎么可以当主词 其实它这个原来的句子 应该是这样子 它 它是有一个be in在前面的 必动词 be in be in slow and steady 好 这个是wind的race 原句应该是这样 可是那个be in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最后就慢慢的变成 slow and steady wind的race OK 这就是我们 有关于 急物动词加塑词的 第一个 讲解 感谢观看